接下来聚焦到立法院爆出蓝绿立委集体贪污丑闻 不但无党籍立委赵正宇涉嫌阳明山土地的开发弊案 另外包含了国民党立委陈朝明、廖国栋 民进党立委陈唐山还有前立委 也就是时代力量的现任主席徐永明这五个人 通通卷入了搜狗经营权的争夺站 检调调查前太刘公司负责人李恒龙 他是透过白手套来行贿这五位立委 来促进修正公司法 帮助他自己重新掌权搜狗 行贿金额将近四千万元 其中备受争议的立委苏正清 他一个人就收贿高达两千万 从昨天深夜到现在涉案的六十三人 陆续移送北检附讯 而李恒龙一早抵达地检署否认行贿 还变成跟苏正清认识很久了 说这两千万只是借钱给他 自称只是受害者 苏正清的两千万那些跟有关吗 他那个是借贷他已经烦了 钱泰留公司董做李恒龙 涉嫌行贿立委将近四千万元 一毫一早被移送台北地检署 我何止清白 我是被害人 强调这钱是借贷关系 话说的委屈 但检警却查出大笔市政 踢爆整起国会跨党派立委的贪污丑闻 这五名涉嫌卷入搜狗经营权之争的立委 包含蓝营的廖国栋和陈超明 没有 这就没有 绿营前立委陈唐山讯后已设贩贪污至罪 条例预令五十万交报 而被传出收贿高达两千万的苏正清 面对提问只有挥挥手不做任何回应 另外时代力量主席前立委徐永明 也喊冤说自己没拿钱 整警刑换案件两名白手套 苏正清前办公室主任郭克明 和同龄百货总经理温华丽 也通通到案 各应外扯出无党级立委赵正宇 也是透过他们向殡葬业者收贿 施压营建署变更土地地墨 为什么要遮住脸 是有做亏心事吗 检警调查这起国会大规模收贿案 起因就是SOGO的经营权之争 前太刘董座李恒龙不满被徐旭东 抢去公司经营权 就买通立委提出公司法修正案 也就是俗称的SOGO修正条款 法案虽然在2018年三读通过 但经济部却解释新法不溯及既往 让李恒龙气炸了 只好二度行贿立委再度施压经济部修法 帮助自己重新掌权搜购 韩令委苏正清同样出身屏东的 葛魁苏正常跟多名民进党大佬出席 前总统李登辉追思会 面对敏感的收费问题 全都脸色难看不多加回应 到底是哪些名单一手领国家薪水 一手又拿企业的钱办事 剪掉抽丝剥茧 一个个都要查清楚 这台北综合报道 这条北综合有词